今天说下贸易战争 比如你每天去711买东西 但是711从来不拦你家进货 711出口给你家的产值也许是每月1万块钱 而从你家进口的产值是零 虽然这并不代表每个月你都亏了1万块钱 但是你非说自己每个月都损失给了7111万不划算 要和他打贸易战平衡一下 贸易战于是就不划算 就开始了 在常规战争里 你下楼去放拔火把711烧了就好 而在贸易战里 你得在自家门口设置高关税 比如本来一瓶乌龙茶是5块钱 你再加上10块钱的关税 或许上交给你老婆 现在从711喝一瓶乌龙茶的成本就变成了15块 因此你可能很少去711买乌龙茶了 也许决定多走两步去罗森买 在这个例子里 你是美国 711是中国 你老婆是川普 罗森也许是你老婆的相好 此处我们暂停三秒钟 梳理一下人物关系 其实要打贸易战的是你老婆 她的初衷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也许是闲家里查这么多还出去买 也许是想照顾罗森的生意 也许就是看711不爽 在中美贸易的现实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记住你是美国 711是中国 你在711买东西用的不是人民币 而是你老婆从公司拖回来的便签纸 她每次在上面随便写个五 你就可以拿去换瓶乌龙茶 711存下了大量花不掉的老婆币 在别处没法用 必须得拿回来给你投资搞创业项目 也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 中国人最后还得拿去美国投资 例如旧金山和曼哈顿的豪宅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把美中贸易逆差给降了下来 也许旧金山和曼哈顿的房价也就涨到头了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推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 投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并关注忍者ATM